如果老师习惯使用简报作为您的教材 那么您有几种使用的方式 第一个就跟您原本的使用习惯一样 先把您的简报教材打开 接着我们就可以从MyViewBoard进入到Windows桌面 这个时候MyViewBoard就会变成很方便的萤幕画笔功能 您可以利用它所提供的功能来进行简报的讲解与说明 您也可以透过开启档案的方式 打开PPT或是PDF档案 MyViewBoard会自动依据简报或PDF 里面页数的多寡 自动生成相对应的页数 我们就可以透过上一页下一页的方式 来检视您的简报档案 如果您想要进行画面的缩放或位移 可以使用这个手型工具 去移动或使用滑鼠滚轮 让您在简报的过程里面 还能够继续进行相关的书写 与简报上的绘图 第三种方式 则是您可以利用MyViewBoard里面内建的浏览器 先进入到您的云端定叠 找到相对应的档案后 就可以在浏览器的页面中把它打开 这样的方式呢 您也不需要做任何的下载 就直接在这个浏览器里面 直接去做操作与说明 那这边要提醒大家一下 如果您在它内建浏览器要做荧幕绘比的动作的时候 要使用这两个才有办法在上面进行绘图 并不能使用我们原本的MyViewBoard提供在右手边或是下方 它浮动工具列上的这个绘图 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直接进到我们的内侃浏览器中使用 此外如果您觉得需要把它常态性的留在荧幕上的话 也可以透过这一个把它变成一种工具 这个时候它会变成一个独立的网页视窗 就可以留在我们的页面中 那您可以进到下一个页面继续做说明 也可以在每个页面重新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这个浏览器在每个页面里面都是一样的 它不会因为页面的改变而有不同的内容 相反的 如果你已经把它变成一种网页视窗 那这个时候它就会留在我们的页面里面 并不会跟随着我们进到不同的页面中 从中途会变成一种守秀的 请再来 请不吝ane 视频道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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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je